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又到岁末年终了 新年度的阅历桌历陆续推出 北区国税局桃园分局发行的水果阅历特别受到欢迎 每年都有铁粉在营业时间之前就到现场来排队 而且终于一位高龄长辈林伯伯已经连续七年早起拿发票来换阅历了 他说水果阅历能为他带来好财运 北区国税局的水果阅历每年发行六万多份 由于印刷精美 五颜垃圾的水果相当讨喜 年底开放民众拿纸本发票或者是电子发票兑换 吸引许多民众关注 七十七岁的林峰斌家住在台北 七年来都到桃园兑换水果阅历 他认为水果阅历帮他招来财运 六点多就来排队 六点多 六点半左右就到了 那主要是因为这个阅历印刷很精美 而且他会招财 每天看一下 挂在财位以后他会给你带来财运 除了有淘喜的水果照片当主角 北区国税局这份租税宣导阅历 还穿插租税的小长室 并加入了各县市的风景或名胜 增加了阅历的丰富度 那这次税务宣导区当然有税务宣导的一个宣导词以外 那我们特别就是同仁 各单位的同仁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辖区 去拍一些当地特色的花卉的照片 那我们挑选出来 那在那个税务宣导区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那有这个淡水 天元宫的樱花很有名 那还有这个新竹 峨眉湖的这个油桶花 要拿到北区国税局的水果阅历 只要捐十张紫本发票 或者是五张电子发票 就可以限量兑换 换完为止 北区国税局辖区的各据点可以就近兑换 民众捐赠的发票 北区国税局在整理后将捐给公益团体 北区国税局在哪里